这一次的制裁旨在反制朝鲜本月18日发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 这是尹西越政府成立以来第14次发布对朝鲜的单边制裁措施 也是今年的第12次 同一天 韩国出动超过1000名军方警察和应急人员参加了罕见的防御演习 模拟朝鲜对首尔的袭击 以贫富韩国人的担忧 这次演习模拟了对主要供水设施 电话网络站以及地下通讯和电力电缆走廊的攻击 分析指出 韩国对于朝鲜的一系列举动是尹西越政府的一个政治宣誓 警告朝鲜的同时也是震慑中共 权料上都是来自于中共 而朝鲜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射卫星的技术 则是通过军火来从俄国换来的 我想通过这些制裁行动 韩国会加强与美日的同盟关系 同时加强情报的共享 甚至包括军事武器方面的互相的供给 最近几周 韩国 日本和美国加强了防务合作 韩国总统尹西越排除了拥有核武的可能性 转而将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盟 以及恢复与日本的安全关系作为首要任务 明显韩国这次制裁也是东亚 美国 日韩 同盟合作更紧密的一个表现 不只是在政治层面或者经济层面发出了一个信号 之后三国在军事上一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韩国方面表示 朝鲜发起挑衅 必将付出相应代价 据韩国外交部称 自2022年10月以来 韩国已将83名个人和53个实体列入黑名单 以遏制朝鲜发展非法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新台电视台记者陈倩采访报报道 整理&周杨据 整理&周杆